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3月16日 昨天3月15日 全国人大对李克强的报告进行了审议 参加的代表是2948人 反对票是零票 弃权票是三票 也就是说表面看 是以高票通过了这四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似乎表现了人大代表还比较满意 但是我们知道 中共这种政治体制产生的两会代表 那都是非常听话的 非常顺从 很少有敢表达不同意见 所以说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不太相信 一个反对的人没有 肯定有很多人心里是有意见 不赞成 但是不敢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管怎么样 反正这比那个 高法的报告还好一点 高法的报告 这个反对的票数就非常多 或许是因为高法工作做的实在太差了 特别是王林青这个自证其罪这个儿子 搞得非常狼狈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 两会代表都非常聪明 都知道高强属于这个周强 属于共青团队 这个习近平继续团队 掌控目前中共角色权的 肯定对他这批领导干嘛 肯定对他不满意 所以说还比较大胆 那么这次对理合交流报告 我看到网络上的消息 都在这个纷纷的议论 那么国内是一片赞成 因为官媒操控在 这个中共的这个决策层手里 那么海外的舆论 这个也是做了一些不同的批评和解读 那么今天看到海外网站上 有一些对李克强的报告 高票通过 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李克强这个报告 他肯定在发表之前 正过政治局仔细的研究和讨论 中共官方也披露了消息 说是他的报告修改了83处 不管修给多少处 那肯定是政治局研究通过以后 才能拿到台面上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起鼓掌啊 在两会一点有奇怪 所以说人们都说是沉闷的 这个空气啊 这个笼罩着两会啊 那么在这个亚裔的气氛当中啊 这个十三级啊 二次学会终于啊 这个落下了眉目了 那不管怎么样啊 多多少少啊 还是反映了老百姓的这个期待啊 人们都期待中国 不仅仅要发展经济啊 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看来啊 这个目前看啊 难度比较大呀 我们通过李克强这个 两个半小时啊 这一次这个报告 当中这个 代表们鼓掌 这个情况来看啊 也就可以看出啊 人们的所思所想啊 特别是记者会 搞得也是 这个非常非常 这个气氛沉闷啊 据说还有中途退场 整个这个记者会的过程当中 这个听众当中 记者当中 发出笑声音就一两次 其中有一次是人民网一个记者 提问的时候提到这个就业的问题 这个由于过度的紧张啊 心理压力比较大 这个可能有些词句表达不准确 引起了这个笑声啊 当然李克强也是进题发挥 还是有一点幽默感啊 就是说你看 还是就业很难啊 这都感受到 这才带来这个一次的 一点点笑声啊 你可见 目前这个工作做的啊 我认为的确是 这个令人这个失望 我们知道今天 这个李克强在报告当中啊 使用了很多的数据啊 讲到这个2019年这个工作啊 讲到这个经济的增长 这个总值啊 6.6% 这个原先和原先的计划是一样的啊 这些数字啊 到底是有多少水分 我相信啊 我在上个视频节目当中曾经讲过 如果把它形容成一条手机放到水里啊 那就可以拧出很大的水滴啊 也就是说统计局啊 统计这个数字本身 就我认为就可能就不够真实 平常承认 今天经济方面发展啊 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啊 是历年来 经济下滑最严重的年啊 企业的困难非常多呀 这一点从国内目前维稳 这个费用不断的增加啊 就可以看出 那么城镇的新增就业人口的问题 他说是这个 一三六一万啊 就一千三百六十一万 这个数字我估计应该讲 可能还比较这个靠谱啊 那么在这个减少贫困人口方面 说是一千三百八十六万 我估计这方面 可能做出一些成绩 但是也有随分啊 那么呢 为企业个人减税 降费一点三万亿 这一点也比较靠谱啊 因为现在的这个李克强一再的 在这方面 这个做一些这个安排啊 应当讲还是有点 这个方面的意思 但是师傅这是 一点三万亿这么多啊 也值得研究啊 但是有一点啊 我认为这个还是比较 这个这次还是比较 这个实在的啊 就讲到什么呢 十七种啊 就抗癌这个药品 大幅降加 而且有一些列入了医保 这个范围 这一点 我认为基本上还是 一个一个肯定的啊 比较进入的 只是我们就说认同的啊 那么当然李克强报告当中 也自己承认了 经济下滑 中美贸易债啊 等等吧 外部因素等等 我想这方面 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络上啊 这个提供这些文字去 仔细的解读啊 那么对李克强来讲 这个报告能够通过 而且表面没有反对票啊 可能对他来讲是意外的惊喜啊 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做报告的时候啊 大汗淋漓啊 他知道搞不好 这个虽然手里没有多少缺陷啊 这个政治局里面还要向习近平这个 数值啊 包括他在内啊 他成了小班长 成了小跟班了啊 所以说也不能说这些情况啊 完全由他负责 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啊 估计这个李克强可能要承担责任 所以说报告 这个两千多人啊 通过了 也就算放下一个沉重的这个负担啊 那么特别具有嘲讽意义 也就是李克强在报告当中啊 讲了一些这个光明面啊 但是呢 在这个几乎在同一天啊 也就在这个国内啊 就出现了这个两起这个群体性的事件啊 这个我在这个视频节目当中 也曾经讲到了 也不再重复啊 也就是说 这个维稳的压力啊 仍然非常大 随着中美与贸易亚的发展 经济的下滑啊 这个失业人口的这个增加啊 那么对李克强来讲 我相信在下一年啊 恐怕同样有新的困难啊 也非常难以解决啊 那么李克强这一次这个 能够就是放下沉重的包袱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两千多人啊 就是能够表面通过他的报告 那么也算是 这个也是意外的 非常意外的 那么呢 我们从网络上还看到另外的消息啊 就是讲到这一次这个两位 到底有没有亮点啊 我仔细的看了 看了就有关方面的文件啊 和海内外的一些评论 我认为啊 如果讲到两点 可能有两点 我觉得值得就肯定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外商投资法这个问题 由于受到这个外部的压力啊 沉重的压力啊 不得不解决外商投资的法律问题 不管怎么样 先有一个条文啊 有个条款 有这么个文本 执行起来 当然还在靠这个 一些具体的措施啊 特别是应当建立起来一个 独立的司法系统 也就是说党啊 不再管司法啊 一个司法官党 这一点呢 和政治体制发生冲突 根本不可能解决啊 现在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逼迫啊 正外商投资法的这个触动 而且这个代表人仔细的这个研究啊 这一点还是应当给一点点肯定啊 亮点不多 这是一个亮点啊 我认为还有一个亮点呢 就是关于有一位政协委员 现在没有讲是哪一位啊 我估计可能是这个叫蔡冠申的啊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提案 什么提案呢 就是呢 搞这个粤港澳这个大湾区啊 所在这个湾区里面啊 由经济发展的需要 需要什么呢 网络自由啊 突破网络封锁啊 假如这个真是有这么一个提案的话 我觉得我倒觉得啊 这个算是一个亮点 那么今天看到 这个法官国际广播电台啊 有一条消息啊 讲到什么呢 介绍就是最新出版的一期的亚洲周刊 我们知道亚洲周刊 这个背景比较复杂啊 多少反映一点 这个中共操控下的啊 这个媒体啊 延伸到了海外 也操控海外 香港的媒体啊 也释放一点点信息 那么这一期亚洲周刊 讲到什么呢 说是两会 释放了改革的信号啊 改革开放的信号 我认为这个话讲大了 有点虚夸啊 实际上只能讲的是改革 改革的信号啊 因为这里讲了很多问题啊 你比如说 这个台湾的统一啊 这个新疆的这个问题啊 新疆的问题没有谈到啊 台湾的统一 这个外商投资法的这个出笼啊 这个解决就业啊 这个中美贸易战 经济下滑等等 还讲到什么 这个长江什么经济带啊 这个发展等等 这些东西 都不是什么新东西 算不上什么改革啊 那么亚洲周刊有些文章 讲到什么呢 就是说形式的发展 需要中共学习这个胡耀邦和 这个邓小平啊 这一点倒是人家良好 但是从博物当中 也没看出明显 这方面有什么迹象啊 那么呢 更不用讲到什么 人权问题 新疆 这个在教育营的问题 华为的问题啊 这个高法啊 这个王林青的案件 等等这些敏感问题 更没有提及啊 所以说 如果说要实际的寻找啊 政治体制改革的 一点点迹象的话 大概也就是这里所谓 不敢提名的啊 公开这个提名报道的 有位政协委员 很可能是香港的委员 提出的就是说 在这个粤港澳 假如真有这么一个规划 把它变成现实的话 在那个领域里啊 就发展规划 应当在网络 自由方面放一点信息 一点点缝隙啊 如果在这方面 哪怕 就搞这么一点点信息 我认为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 算是一个小亮点吧 其他的只能讲 就是非常非常理论 这个失望啊 也就是经济体制改革 发展到今天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这个正好验证了 就文家宝在最后一次 记者绕大会上讲到了啊 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跟不上的话 经济体制改革 已经取得的成果 也丧失殆尽啊 特别是有可能啊 文革从有回来 实际上 中国现在发展到今天 这个形式啊 特别是国家主席 副主席 这个宗申志出龙啊 好多方面 向左的方面倒退啊 那么 遭到海内卫 广泛的批评 这一点 实际上也就验证了 文家宝讲的还是有一定道理啊 那么 当然了 这个两会结束了 但是 中国的政治 经济啊 还在继续运行啊 也就下一步 究竟怎么样发展啊 这都很难讲啊 那么这是两会啊 现在看来 只能谈这么多了 我看到网络上 这个各路这个 评论员啊 发表了很多这个告诫 有些人观点 非常的激烈啊 越激烈 看着这个 我发现点击率 越高啊 那么 我也不想跟风啊 我现在 我现在讲的 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 比较这个 我认识比较中立的 这个比较温和的一种观点 因为你太激烈也没有用啊 就解决不了中国的 这个实际问题 你像这个 Garden就是 这个美国的啊 中国迹象崩溃的 那位 这个学者啊 你律师 已经发表了 这方面的言论呢 很长时间的 遇死 中国要崩溃 到现在位置也没崩溃啊 所以说 也不是那么 简单的事情啊 一个庞大的专制政体啊 这样像一个失控的一个 高速这个列车一样 在这个轨道上啊 尽管有一些 就下滑 但是它是在运行啊 所以说 有些情况可能也要 是这个持续很久 也并不能说政治体制改革啊 民主化 一夜就到了啊 特别是在美国的压力下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不过也不是啊 这方面 当然 还在看这个形势 到底怎样发展 那么这是有关 两会 现在已经结束啊 就谈这么多 那么再来谈谈 有关网络上 现在披露了 就反腐败的心 我今天看到有一条消息 很有意思啊 说两会以后 有一个守虎出现了啊 这位守虎非常有意思的 本身还是一位 就是说书法家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网络上披露呢 也就是这个 质检啊 检疫总局这个副局长啊 说这次叫魏传宗的 又落马了啊 魏传宗这个非常有趣啊 他这个担任了 国家质量啊 京都检疫总局的 这个副局长 这个这个 官职是不小啊 施权派啊 我们知道 他这个这个前任啊 这个刘铁南啊 这个曾经出了问题了啊 背叛了这个武器徒刑啊 这具有嘲讽意义啊 他现在呢 这位领导干部啊 这个 叫魏传宗的啊 这个 这次又落马了 落马了以后呢 我看到网络的消息 今天讲到啊 说是这个 魏传宗不仅是一位官员呢 而且呢 还是一位书法家啊 说他的书法 这个写得很棒啊 特别是担任了 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一个 副主席啊 还担任了这个 国家机关的 这么一个书法协会啊 这都非常有趣啊 也担任这个 这个要职啊 那么还出版了所谓 国学墨运啊 书法等这些著作 这个可以讲是 林林总总很多啊 那如果假如他不是 这个国家这个 之前总局副局长的话啊 假如不是领导干部这个事件 我相信啊 恐怕也选不上 这个位置啊 有一些人选他的目的 可能就是为了让 这个他多提供的便利条件 利用手中的权利 给书法家协会啊 这个提供的经费啊 提供的便利条件 那么也 也可以看出呢 那个魏传宗也想通过这个方式啊 这个以这个出售啊 书法作品的名义所会 因为如果公开的索要这个钱财 恐怕涉嫌犯罪不太好办啊 那么现在可以这个灌点堂皇啊 别人给点钱是买我的书法作品啊 这也是一种新形式下的啊 这种腐败行为啊 官员既要虚伪啊 要赚钱啊 所以说这也是奇特的一道官场的这个风景线啊 那么 我们今天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这个我看海外的多维网啊 也讲到了这个魏传宗的这个多种身份 说他是书法家官员 而且还是大学的这个讲师啊 反正是总之一个人只要有了权的什么都有啊 不仅有这三个身份啊 而且可以有很多的这个 拥有很多的这个漂亮的每一种的追求啊 这网络上也有类似的一些这个新闻啊 那么此外也看到 3月16日就说这个白克力啊 也是一位这个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 原先是这个党组织中心这个大力培养的啊 精心培养的一个干部 提拔上来以后 担任了国家法盖委的这个副主任啊 这个刚才我讲的不对啊 不是为传宗的前人啊 就是这个白克力前人啊 就是这个刘铁男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 这个刘铁男这个被判刑啊 判了无期2014年啊 这件事情给这个白克力啊 并没有这个警示作用 现在白克力也被啊 这个就有关方面啊 这个处理擦处啊 那么可以看出 即使是少数民族干部 如果你有贪腐的话 同样要制裁啊 并不能因为组织部门 看你这方面的特殊条件就加以保护啊 那么呢 也可以看出啊 就是说不变革这种权力过于继续 没有制约机制这种这种体制啊 单纯就抓人啊 恐怕抓不完 永远抓不完 抓了一擦又来一擦啊 这个而且官员这个 行贿受贿 贪污啊 腐败这个手的越来越狡猾 狡猾达到了什么 要用书法 这个书画家的社会来掩盖腐败 内幕的下一个程度了 就是这个腐败越来越精细化啊 那么也有这个年龄 领导干部年龄啊 逐步的啊 这个 这个演变成年轻一代的特点 我们看到 今天网络的消息啊 其中讲到江苏 说宗法 这个处理一场 一起案件 就南京银行啊 江宁科学院 叫支行一个副行长 叫逆兆的啊 这个他是挪用公款罪啊 被判刑 判的不太重啊 五年多一点点 但是呢 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就是这是1985年出生的 非常年轻领导干部啊 不仅是老的领导干部 年纪大的 那么小的啊 新进入官场 同样腐败啊 上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讲到 说是高学历的啊 也是腐败 这就说明什么呢 腐败是缺防律的 是制度性的 已经不是 个别的人的问题啊 更不是细节的问题 而是什么呢 而是要变革这种 这个政治体制 也就是要民主才行啊 民主就老百姓一人一票 从基层啊 选取 把这个 这个权利还给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都不决定当官的命运 而不是上级指定啊 培养 上级培养呢 下级为了感恩 只有送钱送福啊 那么刚才我也讲到 就是这个魏传宗啊 他这个表面来看 他这个要 这个是一个书法家 写的比较好啊 可能字写的有一点特别 比那些一般的这个 官员可能要高出一点点啊 并没有达到什么 艺术创作的这个 这个水平啊 但是呢 你有了官职啊 立刻身家百倍啊 所以这方面也是中国这个 中国这个特色啊 才才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说 很值得研究啊 就必须尽快的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 再也不能就是等得下去 你等得下去 很多的国外员 不断地送到监狱去啊 刚才也讲到 你想刘腿啊 刚判了武器徒刑 结果呢 农耳白克力又进去了啊 这些都说明什么呢 说明如果啊 不尽快的就是解决啊 这个制度性的一些问题 你想官员的财产公事啊 等等都是制度方面的努力 如果这方面不做 那就可能害了很多的大官 刚开始的时候表面看 组织上很关照啊 把大权给这个某一个 这个领导人啊 领导人非常高兴 实际上这是一个毒药啊 这是把它叫害人啊 这是提供的条件啊 进入其这些诱惑之后啊 很可能就再跟头啊 今天也看到这网络的消息啊 就非常有趣啊 说是有一位官员 这个在这个网络上被人披露啊 这个有这个全色交易的问题啊 有人把这个 这个这位官员啊 这个小官僚啊 不是太大的一个官僚 他和这个徐州啊 这个财政局长 说和一个小女孩啊 小蜜啊 自建这个在网络这个聊天的 这个记录啊 披露出来 这个记录里面讲的 非常的直白 就是这个不雅啊 全色交易的细节 也就这位 不知道哪一位女人啊 就是主动的 非常这个 这个千方百计的勾引 这位财政局长啊 约他到这个酒店里去见面啊 有些话讲的都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 这个 有意思啊 看了以后 使人感觉到 这个权力啊 真是这个魅力无穷啊 一般来讲 女人就是在这方面都比较 这个 委婉啊 但是这个也很直接啊 但是这个 这一个聊天记录发表之后呢 据说这个财政局长还聘请了律师 这个一再否认啊 说是这是造谣 诽谤啊 要诉罪法令 那到底真到底假 讲清楚啊 说不定过段时间 这位局长真的 这个姓姚的叫姚菊啊 说不定也被抓起来 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这个聊天记录 并非空穴来风啊 先不去研究他到底真到底假 肯定是历史情况大量存在 才会出现这些 这个气吻啊 那么这都是由于什么呢 权力过大造商 假如这位邀局 看网络照片长得并不潇洒啊 也是这个 这个期貌不扬啊 年纪又很大啊 也没有什么 这个魅力啊 一位女人为什么追求她 还不是因为手里有权 这个女人想 套住她 控制 为例啊 权力啊 然后再操控这 操控这个 这个 这个局长啊 让她们自己啊 这个牧取私利啊 有很多女人 特别在这方面 爱动脑筋啊 你看她表面笑眯眯的啊 跑肩毛的 这个 讲进了很多这个 冠冥堂皇的啊 或者是 使人啊 非常感动的此举啊 其目的 还是为了钱财 通过这个冠军的手里 这个权力啊 用这个人性 男性所普遍的啊 具有这种 人格啊 性啊 人性的一些弱点啊 然后操控啊 这个 这个牧取私利啊 这上面的教训都非常多啊 故事都很多 但是啊 并不影响这些 这些故事版本啊 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演绎下去啊 所以说 我看到今天 海外多美网 就是3月16号这条新闻啊 也非常有意思啊 这也非常精彩 点击率也比较高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 消息都具有一定的 这个代表性 很值得研究啊 那么这些事情都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这个目前 中国 整个的局势来看 就是缺乏什么政治体制 改革啊 我倒不是说 非要学这个 美国和加拿大 搞多党制 你最起码 搞一次这个 共产党内 这个派系斗争的合法化 公开化 也可以 也就是分成 共产党左 共产党右 我认为也是一个 这个改革的方案啊 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 即使是微小的 政治体制改革 都不进行啊 所以这方面 确实是令人 着急令人失望啊 那么今天的新闻啊 这个海外新闻 我看了很多 那么就不一一 更多的去看了它 因为大家的世界 都非常的宝贵啊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